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北京 今天带大家钻一下 颐和园 这是颐和园的正门 前面有两个狮子 这个大门是面库五街 开三个大门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皇家这大门啊 这门店都是9981克 亲王7963 贝勒 5735 前面这有一个单笔石啊 这个单笔石啊 是从圆明眼园挪过来的 上边 九龙青帝大扁 这三个字是 光绪提写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 一圈啊 前面这个隐蔽啊 二十多米 这两边这叫巢房 这慈禧啊 有一半的事情是在颐和园居住的 他还在里边办公 这大臣们啊 这大臣们啊 上朝之前啊 就在这里边啊 等着 所以叫巢房 这个隐蔽的后边 当年还有 好多部门 好多部门衙门啊 这一和园啊 是建于1750年 到了1860年 被烧了 到了1886年啊 慈禧啊 又重建 这个正门是1886年重建的 看这狮子 这是乾隆时期的 现在是淡季啊 没多少人 现在进去看一下啊 看一下 慈禧当年垂帘听证办公的地方 刷身份证就可以借 淡季二十块钱 大家看一下 这个门啊 这是脚门 前到这是正门 这个脚门 说是乾隆时期的 当年没有被毁坏 这里边是一个院啊 好多的松树 还有太湖石 中国的四大园林 一和园居首位 那三个园林是 承德的避暑山庄 苏州的 柳远和卓正远 看一下这大门的背面 这是中国面积 最大的皇家园林啊 前面这个门啊 叫仁寿门 仁者寿的意思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和园全景啊 这一和园啊 占地290公顷 下边这个湖啊 就昆明湖 上面那个山 叫万寿山 这昆明湖啊 占了220公顷 这个昆明湖啊 是仿照着 杭州的西湖建的 在这个位置 杭州西湖不是有个宿地吗 他这建了一个西地 西湖有三个岛啊 他这也有三个岛 这一个 这一个 乾隆下江南 去了杭州以后 回来 遭了一个 昆明湖 一和一和 这里都有不少的太湖石 进入这个模样 就是慈禧 垂帘厅整 办公的地方 看一下前面这个石头 叫寿星石 这个石头 是从北京大学里边 移过来的 1860年不是被烧了吗 慈禧重建 好多的东西啊 从北京大学 和圆明园移过来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书 是不是像一个凤凰 这个石头像一个老人 那四块石头啊 都是从圆明园移过来的 前面这个大殿啊 面过七届 这就是当年慈禧啊 除一天听证 办公的地方 我刚才进来的是东门嘛 他这个大殿是左膝朝东的 这个麒麟 这个麒麟啊 也是从圆明园的 大门移过来的 雍正时期啊 一和圆的大门啊 就摆在了这个麒麟 到了乾隆即位以后啊 他感觉这个麒麟不太气派 他就给换成狮子了 石狮子 过了多年呢 一看这个石狮子又不够气派 他就换成了铜狮子 那这铜狮子在院里边那个盘云殿前头呢 这也是从圆明园移过来的 看一下这个大殿 这个一和圆是建于1750年乾隆乾隆建的嘛 当时叫秦正殿 后来啊 重建的时候 叫仁寿殿 取自于仁宇 仁者寿 这个大殿现在看起来还是挺气派的 在这里 我看一下全景啊 刚才我建的那个是正门 那个啊 只有慈禧恶光绪可以走 这的脚门啊 文武大臣啊 走两边这个门 古代这个制度还是挺森严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人寿殿啊 大家知道中国 最早用电灯的地方是哪吗 就是这个一和圆里边 现在啊 这三个门开的呢 看这两个脚门啊 这个位置 有吊灯啊 慈禧的时候 就用电灯了 这前边摆的是凤凰和龙啊 很有意思 当时慈禧专政 光绪也没有实权 看一下这个凤凰下边 就踩的是江山 这个龙下边 什么都没有 你要去故宫的话 你能看到 这个龙的五个爪子中间 抓着一个球 权力的象征 在这里你看一下 都是空的 说明当时啊 这个光绪也没有实权 再就是一般都是把这个龙啊 摆在中央的位置 慈禧专政嘛 他把凤凰摆在这个中央的位置 把龙给挪在一边来了 可见当时这个光绪啊 没有实权 这里边都是原样陈列 但是围着这个铁栏杆咱也经不去啊 这两边东西配电 大家往后走看一下啊 看一下刚才说的昆明湖和万寿山 这边有个井啊 这是当年慈禧 专用井 他就喝这个井里的水 后边是一个大戏楼 这个大戏楼比故宫里头那个 畅音阁规模还要大 清宫三大戏楼 中国四大园林之一嘛 有山有水有石 干这石头 这是这个大殿的后边 皇家园林 皇家气派 堆石城山啊 看前面这个啊 有碗的 这是一个 皇家四河院 皇帝皇后的寝宫就在这里边 下个视频给大家拍啊 前面前面前面 冬天是淡季啊 人少 夏天旅游团比较多 前面这片湖啊 这就是 昆明湖 这昆明湖得结冰了 我得划冰了 这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四河院的大门 光绪的寝宫 人好多啊 这小黑点的都是人呢 这是昆明湖 220公斤 后边就是万寿山 佛香阁 大家看一下 远处啊 那就是慈己的寝宫 乐寿堂 因为面积比较大 一个视频拍不下来 陆续的给大家拍里边的景点啊 喜欢的关注一下 结束了